这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一场男足半决赛 小罗与梅西的师徒对决成为了比赛的焦点 阿根廷队在开场阶段便占据着场面的主动 梅西在中路接连行程摆脱之后向左侧送出分球 最后天才中场迪玛利亚最后的横传差点造成后卫的自摆乌鲁 随后梅西继续沿中路带球侧动进步 而巴西队显然加强了对他的盯防 传球被断之后 巴西队直接通过长传发动快速反击 不过球队在前场的进攻人数寥寥无几 最后由17号索比斯完成的滴射添出了远端立柱 紧接着小罗在后场完成断球之后带球推进 虽然当时的竞技状态有所下滑 不过在球队的地位和作用还是无人能够替代 巴西队将球攻到前场之后 发现对手的防线已经部署就稳 球队尝试通过右侧的进攻寻找突破口 最后2号拉菲尼亚利用个人能力 形成了一次突破 可惜最后的处理与队友未能形成默契 短短半分钟之后 梅西将任一球快速发出 马境小将阿归罗最后的攻门 险些帮助球队首开记录 与梅西相比 阿归罗在场上的表现同样十分出色 这次接应门将的大脚上压了一次浇水般的停球 随即的突破又造成了14号布雷诺的防守犯规 不过15号梅西随后完成的任意球攻门角度太正 未能考验到巴西队的门将为难 随后再次来到了小罗的表现时刻 这次在中场先是摆脱对方的关门防守之后 随即又利用假动作躲过了加哥的放产 最后的这脚直传球展现了出众的视野 不过球队的封线实力相比于阿根廷队 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而徒弟梅西同样不该示弱 这次面对三名防守队员帮助球队 创造了任意球机会 10号里克尔梅主罚的皮球被人墙挡出之后 马斯切拉诺顺势将球挑向后点 梅西形成接应之后顺势将球横扫门前 可惜队友的两点包抄都未能成功 阿根廷队的这次进攻 最后由阿归罗的争抢犯规告一段落 比赛的僵局在下半场第51分钟被打破 这次依旧是梅西在中路拿球侧动进攻 阿根廷队随即在前场通过流畅的传递配合找到了机会 最后由迪玛利亚在左侧送出助攻 马静小将阿归罗用身体将球撞进了球门 短短一分钟之后 巴西队通过左侧的进攻险些翻评比分 17号索比斯在调整之后的远射击中了力主弹处 阿根廷队也算是逃过了一劫 紧接着巴西队又将进攻重心转移至了右侧 拉费尼亚与迭戈形成撞墙配合之后 突入至禁区附近 最后完成的这脚掉门 惊出了门将罗梅罗一身冷汗 比赛第57分中 阿根廷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梅西接应传球之后 向右侧做出横向团带 随即在禁区中路 吸引了多名防守队员的注意力 这次进攻最后由2号加雷助攻阿规罗上衍了梅开尔的 随后巴西队获得了位置绝佳的任意球机会 小罗主罚的皮球在击中力主之后 马赛罗随即助攻替补上场的帕托攻入一球 只可惜这里进球最后被吹罚了越位在先 久攻不下的巴西队随后再遭重犯 15号梅西在右侧摆脱马赛罗的防守后 送出分球 最后阿规罗在禁区内通过护球 造成了防守队员的反规 主裁判果断地判给了阿根廷队点球机会 当里克尔梅走向罚球点的时候 小罗在旁边不断地给对方施加压力 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 足球精灵对即将到来的失利非常的不甘心 最终阿根廷队凭借阿规罗的梅开二度 以及里克尔梅的点球命中 以3比0的比分完胜巴西队禁忌决赛 未经许可行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